这条女人只是做了一个低温脸部按摩 下一秒就直接晕了过去 就在遥远的刚刚 消防员接到救援任务 有个女人在做美容的时候不停地反胃偶托 就连美容师也出现了异常 消防员赶紧不慌不忙地跟了过去 店长表示可能是他们的珍珠奶茶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俩都喝了十几斤 这时女人突然冲了出来 大喊着自己呼吸不了 接着就一头栽倒在地 评论区输入永远在你身边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地抓紧去试试 队友留下来查看女人的情况 消防员立刻跟着店长来到了房间 此时美容师已经出现了患者 开始不停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消防员赶紧替他检查 结果发现他的血氧浓度只有78% 浓度低的是相当危险 消防员立马询问刚刚在做什么美容项目 店长说是一种高科技的低温脸部按摩 这种按摩能够抗衰老和改善肤质 消防员大喊着让他说人话 店长只好说把冷空气喷到脸上 消防员瞬间就明白过来 所谓的冷空气就是氮气 肯定是氮气外泄导致两人严重缺业 于是二话不说就带着美容师跑了出去 接着让美容院里的其他人全部撤了 因为氮气泄漏能把这里的人全部送去躺完 消防员立刻启动了一级应急日暗 所以说做美容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场所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 男人被甩出车外移动不动 就在消防员灭火的时候 发现车里还有一个一百多个月大的男孩 他们慢慢地迅速撬开了钢纹 结果看见男孩细嫩的大腿被钢筋刺穿了 为了防止男孩再次受到伤害 消防员把整个安全座椅都切了下来 他们刚把父子俩送到医院 男孩的母亲就赶了过来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女人听了消防员的描述之后 就要求他们立刻马上报警 因为女人怀疑是丈夫故意制造的车祸 她想害死自己的儿子 懵逼的消防员瞬间一脸懵逼 这样的八卦简直太八卦了 原来夫妻俩人最近正在闹离婚 法院准备把男孩的监护全判给女人 所以女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同时消防员说马路上并没有其他的车 男人并没有理由突然猛打方向来 莫非一个父亲 真能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这天消防员去医院探望男孩的时候 恰好碰见了男孩的父亲 男人立马对消防员的救命之恩表达了感谢 他告诉消防员当时开车的时候 大马路上突然跑出了一条小小的大路 所以自己才会猛打方向想要避开他 这让消防员更加怀疑起了男人 因为一条路怎么可能出现在市区呢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 消防员再次来到事故现场 看看能否在现场找到路的脚印 然而现场并没有什么发现 就在他们准备回家看小五电影解说的时候 突然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头路的尸体 在得知这一切只是意外之后 女人也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想法多荒唐 才会认为丈夫会伤害自己的儿子 经过这一次事故之后 夫妻俩也变得和好如初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停尸房的尸体突然活了过来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消防员都被吓得目瞪狗呆 就在遥远的刚刚 消防员接到救援任务 有人因为不明原因昏厥 结果一听地址竟然是停尸房 莫非是验尸官把自己吓晕过去了吗 好奇的消防员有些好奇 赶到现场之后 助理表示从业几百年 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事情 自己刚把他从轮床放到桌子上 结果下一秒这个家伙就动了起来 消防员赶紧把男人躺平 然后询问助理男人有没有说什么 助理表示自己被吓得憋了72小时的尿 瞬间都拉不出来 要不是有评论区狗头的壁虎 自己怎么可能能完完整整地站在这里 消防员立刻给男人检查起来 通过死亡报告得知 男人是因为无法医治的细微心事颤动 而被宣布死了 此时男人的心跳只有每分钟30次 心跳严重过慢 消防员迅速给他注射了急救药物 结果连毛用都没有 为了让男人尽快恢复心跳 消防员立马决定垫他一下 仅仅垫了两个多小时 男人就恢复到了正常的心跳 接下来就只有交给专业的医生了 消防员让助理过来搭把手 结果害怕的助理害怕极了 根本就不敢上前 消防员很认真地告诉他男人还没凉凉 助理这才勇敢地走了过去 就是不知道此时助理心里的阴影面积有多少平方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